你一定想不到,把牛肉上锅蒸一蒸,出锅就是一道经典美食,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爱吃,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,我们准备28块钱一斤的牛里剂,这个部位的肉比较嫩,吃起来口感更好。 再改刀切成像我这样的小块。 切好后放入大盆中,加葱姜,一勺生抽,少许老抽上色,适量的蚝油提鲜,加入多一点的黑胡椒粉。 再加入一些黄酒,去腥,下手抓拌均匀腌制15分钟,让牛肉充分的入味。 接下来准备多一点的大蒜,切成蒜粒。 准备少许的青红椒,切成小丁,搭配一下颜色。 牛肉腌制好了以后,剪出里面的葱姜,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玉米淀粉,再次抓拌均匀,让牛肉都能均匀的裹上一层淀粉。 这样牛肉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的嫩滑,最后抓拌成像我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 然后把腌制好的牛肉摆放在笼屉上面,中间留一点缝隙防止粘连在一起。 摆放好之后盖上盖子,大火蒸10分钟。 下面空碗中,加一勺生抽,少许白糖,鸡精,适量的蚝油,一勺玉米淀粉,倒入小半碗的清水。 搅拌均匀备用,牛肉蒸好后直接打开盖子,这样蒸出来的牛肉口感非常的滑嫩,而且好吃还不上火。 先给它加出来备用。 起锅烧热加少许食用油,油烧至微热后下入大蒜粒,小火慢慢地翻炒,一直把大蒜炒到表皮微微发黄就可以了。 千万别炒过了,要不然吃起来发苦。 然后把青红椒丁和蒸好的牛肉倒进来,再倒入调好的料汁。 大火快速地翻炒均匀,把锅中的汤汁炒至粘稠。 汤汁炒至粘稠后,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黑椒蒜子牛肉粒就做好了。 这样做出来的牛肉鲜香滑嫩,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爱吃。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试吧。 这换 script